那趕快再有請明翰 明翰也要來跟大家貢獻一下 那其實當然要從台積電開始問起 這個明翰法人來趕快帶我們看 台積電到底是不是很有機會 應該這樣講 因為今天已經六號了 在十號之前要全部公佈營收 先給大家看目前的狀況 因為目前市場上公佈營收 大概接近一半左右 比較好的現象就是 當然這個數字會持續跳動 因為剛剛講公佈一半 目前累積的營收 其實已經成長大概超過兩成 其實可以看到說 整個市場上上市櫃企業的營收 確實在持續走高 所以我覺得說 從股市的一個角度感覺弱 可是基本面其實是蠻強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疑慮 下禮拜二就是台積電的營收 先給大家看一下7月的狀況 它是創歷史新高 那這個第三季是公司給的 一個預估值的中間值 那7月出來就占了這個 所謂的第三季營收 大概35% 比較重要的關鍵 35%重要之外 重點是這個剛剛 這個是台積電營收的一個走勢 過往1月到12月 這是今年的一個狀況 比較重要這個是7月 你可以看到8月 每年的8月其實都比7月高 都會更好 對 都會更好 那它7月已經爆表 對 已經所以8月理論上 出框喔 一定還會再創歷史新高 而且有個問題 7月就35%了 8月又超過35% 所以代表著第三季 這個一定會爆表 所以理論上我覺得 從台積電下禮拜營收 照理講無論是他自己 那如果他漲了指數來講 短線我覺得會有 一點點的一個機會 那另外我們就給大家看到 已經公佈的個股 有哪一些表現不錯 大家通常在找都是說 到底年長 年成長強不強 或者說對比上個月 到底強不強 我跟大家講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營收到底創多久以來的新高 比如說像這個台積 它是236個月 代表接近20年的新高 所以代表這些個股來講 都是一二十年來營收高點 所以對比你說 都是他們人生的高光時刻 很多都是這個歷史新高的一個角度 所以你有時候從 就我們簡單來講 那如果營收都已經是 這個二三十年新高的 那它股價也應該要 對 所以股價來講 強勢是很合理 我們就以這個碩天來講 你可能看到年營收才增長6% 你就拉不出像這樣的個股 可是它營收來講 其實已經創了十幾年來的新高 所以這樣的個股來講 就後續來講 就比較容易有強勢的表現 我們抓兩檔個股 給大家做參考 股價我覺得 還是不是那麼重點 我們看到它的營收走勢 也是一樣 它營收走勢 長得好像台積電 對 所以相對來 而且又有個問題 後續來講 尤其是台藥的一個部分來講 剛好又吃到蘋果 所以後續來講都有機會 我們剛剛提到 碩天的一個部分 你看到年成長不是很高 可是你看到 它這個都是歷史的 一個新高的一個水位 所以股價來講 其實都有反應這樣的基本面 沒有太大的疑慮 所以它的營收已經很棒了 它的股價還值得期待 對 所以這塊來講 是營收好 大家看到了 所以未來短時間來講 我覺得會比整個大盤要強勢 另外我們再來看的族群 剛剛看到的都是已經公佈的 我們再來抓一些 還沒公佈 這是還沒公佈的 對 這些是還沒公佈 那應該是下禮拜都會公佈 對 下禮拜二之前會全數公佈 那這個怎麼篩選出來 第一個就是七月營收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現在要拆八月營收 正常來講你要找一個 你會拆它考試考很好 一定是前面考很好 不可能以前都不及格 這次要它考滿分 所以我們一定看到前面 七月表現很好 重點還有一個重點 就剛剛提到 每一次八月都比七月高的 我抓到這 那是它那個公司的特性 對 這是公司特性 它每年八月就是往上走 還有一個很重要 股價不要先轉強 因為有些人大家都知道的 消息早就傳出來 它就先漲了 等到你去卡位一出來 反而利多出境往下壓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條件來講 其實要同時成立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幫大家抓出來個股 一樣 你可以看到七月營收 就已經是一二十年來的高點了 是 對吧 那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今年的獲利 其實也是都是高度成長 你先用獲利做長線的保護 這個漲五百七十八%是誰 當然說萬潤 所以今年股價非常的強勢 主要就是因為獲利面 真的是用暴增的角度 所以跟大家講 其實股價絕對跟基本面 有很直接的掛鉤 他們都還沒有公布 然後他們應該又會公布得非常好 所以禮拜一就衝進去沒問題 我覺得理論上沒有太大的疑慮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抓兩檔 來給大家做參考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鏡像電的一個部分來講 這個是所謂的PCB版 它之前都沒有動 對 我剛剛講 如果今天已經大漲了 那就不要了 我現在就是要找這個震盪整理 甚至相對比較弱勢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因為剛剛提到公布的 我們就要找牆的 因為如果公布還不強 其實會有問題 那我不希望在這個 還沒公布前就轉牆的 你容易被人家到貨 所以盡量選擇還在整理 那我們一樣你可以看到營收這幾年 今年的角度就是確實是相對強勢 而且來到這 接近20年來的營收高點 那一樣問題你可以看到 每年的8月都比7月高 所以相對來講就容易抓到這個 所謂往上彈的彈跳的空間 另外窗戶的部分可能大家不太熟 可是它就是一張AI股 它是所謂的機殼的滑滾 那可以看到營收的角度 也因為AI的角度都是來到 這兩比較小 因為它好貴 它一千多塊 沒辦法 因為人家EPS高 導致它的股價相對比較強勢 近期來講 因為AI族群弱勢 它也受害 可是我剛剛提到 如果營收公布出來 再創歷史新高 短線就有坦深的機會了 是 好 非常謝謝明漢 這個是法人的看法 所以明漢的看法 就代表這些基金經理人 這些法人機構 他們也是這樣看的 所以如果營收出來很不錯的話 股價就有機會往上表現 給大家做參考囉 下週希望大家操作得順利